歡迎收看健康智慧王 生活好智慧 健康好簡單 我是蕙文 我是詠琪 說到這個 我應該不是在名單裡頭 不曉得應該高興還是難過 你有聽過 這是什麼東西 你可能還 聖女你有聽過嗎 聖女 我知道就是很專業 聖女 不是這個嗎 因為我這樣子笑 我這樣子一點都不笑 我好像說過了一個年紀 然後沒有結婚 就用那種聖女的聖 春 春下來 你怎麼說話 不是 你怎麼說話 有了 有了 三十個月有了 人家說聖女是從日本那邊傳過來 意思是說如果年過三十 然後還沒有嫁掉 三十就要算 可是三十歲真的太過分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我們看到了 譬如說她沒有結婚過了三十歲 可是好多人看起來都 真的要逆齡 對 超多的 而且前一陣子聽說還有統計 前十大就是已經是聖女了 但是看起來告訴你們 看起來到二十幾歲而已 這真的很讓人家忌妒 今天邀請到專家告訴大家 首先介紹經營養師許立欣 哈囉 大家好 補水還不夠 保養肌膚的秘訣 在補充膠原蛋白 生物專家王俊麗 大家好 膠原蛋白好處多多 今天的節目告訴妳 醫美專家彭依妮 大家好 我們要當仙女 不要當聖女 可以用小分子的膠原蛋白來補強 仙女 不要當聖女 而且她提到膠原蛋白 對 因為聽說年紀越大的時候 膠原蛋白就會流失喔 只有靠這個嗎 先來看看 你剛剛有提到前十大 對 前十大 政力 你這個問題你就特別厲害了 這我研究很久了 剛好差不多也是我心中十大女神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這個十大的聖女 女神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年輕 我們男生從小 一直到今天 一直都是女神 那就很奇怪 我們都從這個青年已經變中年了 對啊 他們永遠都是這麼美 不過因為現在這個螢光幕 尤其換成這個HD之後 其實真的越來越殘忍 對 沒有錯 可是對他們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好害怕 拍多近都還是一樣的漂亮 對 如果你以男生的角度 生物專家的角度 為什麼他們可以逆貼 其實這個關鍵 因為女生 你說變老 是 第一個會被人家看出端倪的 就在臉上 對 那這臉上的皮膚開始鬆垮 開始有皺紋 開始有一些細紋的時候 那這樣不管你化多濃的妝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年紀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皮膚狀態 一直維持在非常好的 非常膨潤非常緊實飽滿的狀況 那其實大家一看到 第一個感覺就 這應該二十幾歲 對 所以臉部的皮膚是非常重要的 這逆天是因為他們偷偷補充膠原蛋白 因為他們也不用偷偷 再加自己 是只靠膠原蛋白嗎 其實一般的保養來說的話 我們再擦一些精華液的部分 它都是在肌膚的這個表皮層 對 沒錯 可是真正我們要有緊緻Q彈的部分 在肌膚裡面的真皮層反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由內到外 對 額外 沒錯 那透過 妳說 要不然就是 對啊 可是要怎麼處理呢 對 我現在我就是很想問這個 妳說用 比如說用擦的大家都知道嗎 精華液滑滑的 可能它會多多少少吸收進去 那妳說由內到外 我覺得這就有點困難 我想通常我們都說用吃的 可不可以 是 效果好嗎 用吃的話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補充 我們通常會選擇就是 就是動物膠原蛋白 像是豬皮 豬腳 豬耳朵 或是豬皮膀 或是像是海參 這之類的一些動物膠原蛋白 但是也要注意 因為其實這些動物膠原蛋白 它其實熱量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而且會有比較多的膽固醇 皮膚還沒Q彩先變胖 對 我們可能都已經先變胖了 然後 所以其實像是海參 海參它是比較沒有膽固醇的 所以其實就可以多補充 其實這裡面提到很多 我們有一個那個 因為叫人家仙女姐姐還是妹妹 她很厲害耶 她的皮膚就是很Q彈 然後她就是補充膠原蛋白 就只有補充膠原蛋白 對 她怎麼做到 先來看這一塊VV 妹妹那時候就34歲生產 然後生產完之後 就是又接受胆能手術的開刀 就陸陸續續在一年內 接受大概十次左右的手術 對對 就不管是侵入性 或是說幫助她 就是回復健康的那些手術這樣子 她那時候瘦了八公斤之後 整個人臉頰都是很凹陷 然後整個就是 看起來就是沒有很 很沒有精神這樣子 住院的時間 零零種種加起來 總共住了大概半年 對 然後進進處處醫院 大概十次左右 氣色都非常非常差 生十年應該大概34歲 但是她整個那個狀況 就看起來像四五十歲這樣子 就一之後就狀況就 有慢慢當然有慢慢改善 然後加上本身她有在 接觸一些保健的食品這樣子 過了一段時間再來觀察她 好像慢慢的臉頰有比較 比較風 風雨這樣子 然後上妝的部分 她以前化妝都要化很久 然後化妝現在時間也比較快 然後整個人氣色也有 慢慢恢復這樣子 歡迎收看健康之惠王 生活好之惠 健康好簡單 我是惠文 我是詠琪 先來歡迎我們的秀蘭 嗨 大家好 我每次秀蘭 你們好多朋友都叫秀蘭姐 秀蘭姐 我們看到那個妹妹 對 真的是妹妹 謝謝 看起來好年輕喔 妳實際 幾歲 我已經三十六歲了 三十六歲完全看不出來耶 對 而且她的皮膚就看起來 就是碰胖… 對啊 還不是嬰兒胖喔 就是碰胖… 為什麼可以有那麼好的狀態呢 因為我平時就是還滿喜歡吃 富含膠原蛋白的食物這樣子 就是膠原蛋白 原來是這… 可是妳從什麼時候 妳才會發現說 就是要趕快一直補充膠原蛋白 其實是因為我產後 產後那因為後來我有… 妳傷媽了 對 我已經小孩兩歲了 這樣… 不出來 重傷我… 讓她沒結婚的 不是 人家有個小孩 看起來這麼年輕 然後後來因為我又有膽囊的… 問題嗎 對 那就去開刀 那之後其實因為我瘦… 那個時候瘦了大概八公斤 八公斤 對 那我整個就是兩家 那皮包股囉 還好 但是主要就是臉色那個… 那一塊變得很差 就是變耐凹對不對 對… 就有人瘦就從這邊瘦 對 那後來條例大概一年後 我才覺得好像真的要趕快把… 這個碰胖趕快再補充回來這樣子 妳那時候會不會覺得自己像… 就是好像四十五歲或四十五歲 會 就是一下好像老很多 因為我覺得生病真的整個人 氣色差了很多 皮膚的狀態 精神 整個都變得很不好 就膠原蛋白真的這麼重要嗎 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剛才我們前面有提到 臉部的年齡看起來 第一個印象看起來的年齡 其實跟膠原蛋白是有關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張表上面 在二十歲的時候 你看還有小時候 全部都是八九十趴的這個… 那個已經過去了 我們來不及了 但是你看喔 一過了… 一過了二十歲以後 整個膠原蛋白下降的速度非常的快 真的耶 是直線 迅速的崩盤 像溜滑地 對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把 你的膠原蛋白維持在年輕時候的 高峰期的話 你看起來就會一直都是 很年輕的狀態 對 原來如此 王正麗 你幾年次 我也是童年的 你跟他童年的 等一下 你說你跟秀蘭童年 對 因為我剛剛 我們在舒嬅市看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今天有一個美女在這裡 妹妹 認識一下 然後結果後來一聊 發現其實我們是童年 是姐嗎 是姐姐嗎 沒有沒有 童年 童年 人家三十六歲長這麼可憐 你三十六歲 這是什麼樣子 就是要告訴大家 一定要保養 保養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不懂事 然後生活壞習慣又多 又沒有好好保養 你看一旦老化下來很難回頭 所以大家保養要趁早 沒有 你現在能夠Hold住 對不對 我現在有努力讓它Hold住了 現在三餐都在補充 如果我們流失了 我很好奇 如果流失了 我可以把它再補到 像剛剛正麗講 回到二十歲的一個狀態嗎 其實是的 可以喔 然後我們發現就是說 比如說像秀蘭的狀況 當我們發現自己 就是流失的跟補充的速度 就已經大於你的整個 膠原蛋白流失的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應該趕快來去補充 一些膠原蛋白 不然其實肌膚就會有一些 比如說鬆弛 皺紋 乾燥的一些老化的現象 我在那邊都沒有看到 因為它真的就是 看起來就是澎湃的澎湃 對 看起來 因為你知道以前 就是應該說 對 以前的我 以前的我 就差不多十九二十歲的時候 然後我都覺得自己 好像就是有嬰兒胖這樣子 對 然後到二十幾歲 二十五歲以後就發現 我怎麼臉越來越尖呢 結果發現到三十過後 你會發現我常會 就是這邊會耐熬 對 然後以前我真的一直認為 就是這樣 可是我從以前這邊 就比較凹耶 真的嗎 我這樣膠原蛋白是從以前 就開始流失我沒發現吧 應該不可能 因為你凹的話 這邊還是凹膚耶 可是我們說的那種整個 膠原蛋白流失應該是像 會讓哭乳頭這樣 大部分剛開始初期的 膠原蛋白流失 都是先從這邊開始凹陷 然後還有這一塊 然後這樣這邊吧 對 法令紋的位置 對 因為法令紋看起來 其實就會顯老耶 對 而且很好顧耶 你知道法令紋越深 你真的看起來會比 你實際年齡多很多很多 而且還會凶 看起來也很凶 對 對 而且看起來就是 乾乾扁扁的 你們沒有發現 就是有的女孩子 她就是那種乾乾扁扁 怎麼看就是怎麼老 就是就算她再年輕 你還是不會覺得 你這樣有點名嗎 你有點名嗎 這樣感覺 沒有... 我沒有點名 我沒有說王先生 我沒有說王先生 男生這樣子 看起來比較有威嚴 法令紋其實... 才怪我就是 他幫自己找面 以前法令紋 在古代這個面相上面 它有是好的 就是... 因為為什麼叫法令紋 就是說男生看起來 比較有威嚴 對 那只是現代史已經改變了 你又嗎 對啊 我已經放棄了啊 所以我就... 有就認了啊 不然怎麼辦 其實透過食物 應該也是可以 把我們的膠原蛋白hold住 或者說讓它不要流出 對 有辦法嗎 是的 當然是可以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 動物性的膠原蛋白 所以我們可以補充 可是它的熱量 稍微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其實補充 植物性的膠原蛋白 也是很好的 那像是一些Alga Alga就是所謂的 像是石菜花 或是珊瑚草這些植物 它其實熱量比較低 所以其實可以多補充 所以其實我覺得 除了剛才講什麼豬腳 我覺得聽完我都覺得 因為老實講我不敢吃 你不敢吃嗎 我覺得那個好好吃 不太好 而且吃太多的膠原蛋白 沒補到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我現在擔心的是這樣 其實我很怕膠原 因為我年齡不一樣 姐姐 姐姐就是很擔心 尤其我覺得過了一個年 它流失就像正立那個牌子 對啊 我不能點出我這樣 但是它就是流失得非常誇張 那我又想說吃豬腳嗎 我又擔心 它會變胖 那如果要用一些 其他的方式 因為其實我們在補充膠原蛋白的時候 如果一味的補充是不夠的 其實我們還是需要維他命C 還要補充這個 沒錯 很多女生現在其實都會補充維他命C 那維他命C它除了可以美白之外 它還是推膠的高手 像是剛剛提到的柑橘 柳丁 檸檬 草莓奇異果 其實我們平常在上班 上班族 上班族我們可以多補充這些水果 例如可能飲料 蔬果汁 或者是水果 平常都可以先準備好 那我們就可以邊上班 然後邊補充膠原蛋白 補充維他命C這樣 其實就以上那些水果呢 或是這些蔬菜類 它們就是除了有維他命C之外 那它們裡面還是附有膠原蛋白 是的 沒錯 所以其實你看還可以邊瘦身 沒錯 而且維他命C可以抗氧化 也可以抗老肉 可是有沒有什麼是最優質 比如說我只要吃一點點就可以有10分 而我們現在要講求功效 對啊 我們要在越短暫的時間內 然後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那其實近年來大家就是很流行 直接吃膠原蛋白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消費者 比較方便的一個選擇 那問題是現在在吃膠原蛋白的時候 有些人就是把它過度神化 因為我們常常電視一打開 這邊也賣膠原蛋白 那邊也賣膠原蛋白 那只不過它的效果其實呢 當然不同產品之間 不同的這些來源之間 它差別會非常的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有時候過度去專注在這個上面 然後去忘記 其實我們的 我們皮膚跟膠原蛋白的關係 你可以想像成它是一個水桶 水桶 對 只不過那水桶下面有破洞 你說我們的皮膚是肥桶 隨著我們的老化呢 那個水就是膠原蛋白 我們越老那個破洞會越大 所以它是塞子很細 然後我們的是已經有大破洞了 就算破幾個洞了 對 那如果你想要補充 就是等於從上面加水 可是如果你下面的洞 越大 那你加再快都沒有用 可是如果你下面的洞 你可以有辦法讓它縮小一點 有辦法嗎 那其實呢 最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講不要熬夜 又是熬夜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提到這些美人 這些美女 她們一定第一個 你問她保養秘方 第一個就是多睡覺 真的 一定都是多睡覺 然後另外就是你不要有一些 不良生活習慣 你說抽菸喝酒 喝酒 油膩的這些 還有像剛才立心這邊有提到 我們多吃一些蔬果類 然後它就可以讓你流失的速度 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那這個時候你在做適量的補充 因為其實你補太多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對 因為你人體吸收 我們胃腸吸收 它有一個上限 所以你說我就算每餐都吃豬皮 或是膠原蛋白粉當飯吃 那個也不會有真的太大的幫助 我還以為說補越多越好 因為像我跟她年紀有差 我一定缺 流失很多 那我一次全部把它補足 這樣沒有好效果 如果說她基本上在補充的部分 超過了人體能夠吸收的部分 那其實只會變胖 所以才補了 難怪 可能會覺得我腰圍越來越寬 那其他我們還有一些方式 可是我現在知道 就是什麼吃豬腳 剛才有講過 要不然就是直接去買飲 外面有賣用膠原蛋白飲 然後對不對 以前我聽過 就是吃什麼鱸魚 就魚類的 聽說也可以嘛 對不對 吃魚湯 海鮮類的 對 可是我覺得那種東西 整條魚怎麼會很窮 可是我聽說就是你那個 如果冷掉之後 膠膠的肩膠 你聽得懂嗎 這個肩膠的 就有膠原蛋白 真的就是有膠原蛋白嗎 是 那個就是了 那麼整晚喝下去就可以了嗎 不是 整晚喝下去 拜託拜託拜託 你們要再吃胖了好嗎 好 那還有什麼樣的好方法呢 就是下馬上的關係 科學家發現中風跟天生基因 也有直接的關係 心血管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我們發現MOTCH3這個基因 如果產生變異的話 那麼你中風的幾率 就會比一般人高 所以提早知道 是不是有這樣子的基因風險 那麼就可以提早做好 預防心血管疾病 歡迎收看健康智慧王 生活好智慧 健康好簡單 我是慧文 我是詠希 剛剛提到這麼多的膠原蛋白 一定是有一些狀況 對 因為我想問一下秀蘭 我想要補充 對啊 像你說你膠原蛋白 流失的時候 你的臉是凹下去的 對 除了說膠原蛋白流失是 皮膚狀況不好之外 你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其他不好的地方 我覺得在頭髮上面 頭髮 因為產後嘛 產後其實 掉髮嗎 掉髮嚴重會很 很嚴重 可是那個膠原蛋白嗎 我覺得補充了膠原蛋白後 真的 在頭髮的那個光澤度 還有就是落髮的那一塊 是滿有幫助的 以前洗頭髮都是 這樣一把一把的掉 我有聽說 又加上產後 那我覺得在補充了膠原蛋白後 真的 那個情況改善了很多 就是頭髮 第一個就是不容易斷裂 對 你有沒有覺得長得會比較快 會 我頭髮一直都長得滿快的 就是覺得產後真的 就是不一樣 對 產後只是要沒禿頭 可是產後很多人 有掉髮的問題 對 可是我不曉得 這跟膠原蛋白有關係 有關係嗎 這其實有關係 因為膠原蛋白是我們人體的一個 你就想說 它就像一個水泥一樣 所以它是建構我們人體很多構造的 核心的原料 像比如說 我們講血管 血管 我們都知道我們血管要有彈性 對 沒錯 不然你血壓太高 你會爆掉 爆在腦子就中風 爆在心臟就心臟病了 對 那血管要有彈性 就是你膠原蛋白要夠 那因為有些年長的朋友 他們可能就是覺得說 養生東西都吃很少 結果膠原蛋白不夠 結果反而養生養到生病 因為血管變得硬掉了 變得比較沒有彈性 另外一個還有我們的關節跟骨骼 對 這個很嚴重 這個很重要 對 因為有一些那種阿伯大哥 他們都覺得說 你們那種小女生才在吃膠原蛋白 我們這種不用 然後又吃豬腳也不敢吃 然後中風什麼的 然後說那我都不要吃這些東西 結果後來發現關節特別容易痛 頭也容易斷 除了這個 其實這個我有 長輩朋友我有聽說過 我還聽過一個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女性朋友 每個月都會來一次 他說那個筋痛 其實跟膠原蛋白也有關係 我覺得也有關係 這也太離譜了 可是我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好懷疑 這個理論有很多種 因為像常見的一種理論 是說 因為筋痛是因為我們內分泌 開始有些變化以後 然後它讓你的子宮平滑肌 去不正常的收縮 讓你就會覺得痛 會覺得痛 那你膠原蛋白不足的時候 你的身體所有組織的彈性都變差 所以痛起來會更要命 所以你膠原蛋白充足的時候 你可能痛有一點點 一點點不舒服而已 但你很缺乏的時候 那個一痛起來 你可能就一天不用上班 整個整天窩在那邊 好恐怖喔 所以正立 我剛才聽她講完之後 我覺得其實不只是 女生要補充膠原蛋白 男生也要 因為她剛才講到中風 就很恐怖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中風 或是心臟有問題的 很多都是男孩子 對 你們沒有發現有這個症狀嗎 然後你說關節 你知道在以前那個 我阿嬤那個時候 你會常會聽到 人家要換幾輪 對 你們應該有常聽到 可是你知道換幾輪 他們通常都只能 先換一隻腳 再換另外一隻 可是你知道那個手術 是非常非常痛 可是我反而到現今 很少再聽到說 誰要換幾輪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 就是對保養這一塊 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他們可能就平常 就開始在做一些保養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說膠原蛋白 我覺得男生也是需要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是不是魚是最好 對 因為我每次都聽到是魚 對 如果說我是吃素 是不是應該用水果 而且現在只有養生的角度 我不曉得這怎麼去選 應該說如果你是完全吃素 那不管是什麼理由 那沒有辦法 動物性的膠原蛋白 你都沒有辦法去攝取 那你水果這些都要盡量多吃 可是如果我們不是特別吃素的人 你平常也吃荤的話 那其實最好你就是直接 從動物性的來源來攝取 那因為現在比較常見的呢 其實有什麼豬的 魚的 牛 雞的應該也有吧 雞的比較少 雞的比較少 不然你們都吃雞爪白吃 對啊 雞爪不是都QQ的 雞的他們比較沒有特別去做成 膠原蛋白的一些產品 那還有像牛的 牛羊類的這種我們盡量 現在國際上盡量都不去使用它 為什麼 因為雖然我們做這些膠原蛋白 其實電視上有的時候都講說 有什麼傳染病那些 可是大多數在做成膠原蛋白的形式以後 它都不會有感染的能力了 那問題是牛羊他們有一個特殊的病 就是狂牛症 狂牛症的動物它做成膠原蛋白以後 還是有傳染力 所以牛羊現在就比較少 應該說禁止用它們來做膠原蛋白的原料就對了 所以現在比較常見就是魚的跟豬的 那魚的跟豬的它主要差別 其實在目前一般市面上 就是因為它們的分子很小 會大小會變得不太一樣 豬的它的膠原蛋白的分子都比較大 那魚的膠原蛋白因為它的成分比較不同 比較容易把它做成很小的 分子量很小的狀態 分子量越小它吸收效果就越大 那像有一些比較分子真的是小到 算是極致的這些膠原的 膠原生態的來源 它可以直接從口腔就開始做吸收 口腔耶 對 就是你含著 其實搞不好就已經在吸收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膠原蛋白一定要吃下去 然後腸胃吸收啊 它才有辦法 就是供應所有的養分給全身 所以我剛才聽到這個從口腔 對 那因為其實我們的口腔黏膜 它對於任何食物 不只是什麼膠原蛋白 任何食物都一樣 你只要分子夠小 它就可以從你的口腔直接做吸收 可是說像這個魚 會不會它的吸收效率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才會建議說用魚 等於說我們吃進多少 就可以流出多少 因為其實經過水解技術 然後萃取就是生態的魚類 它的分子會比較小 也會比較好吸收 而且它會是使用 就是生態級的一個膠原蛋白 所謂的生態就是 我們人體吸收的最小單位 那我這邊有一個比較標 這個就是魚 它的膠原蛋白吸收會比豬好 有沒有看到 在消化時間前五分鐘 魚整個大過於豬的膠原蛋白 大滿多的 是 所以補充魚的膠原蛋白 會比豬的還好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吃豬的膠原蛋白的話 第一個很容易有膠固醇的問題 可是你知道 常吃海鮮的人 你們沒發現不會有膠固醇 而且會變瘦 真的嗎 就是真的 就是不會有那些也不高 對 熱量比較高 可是說到熱量最不高的 應該就是果子 植物 對 我也覺得是植物 像我就跟你講 我不會我們喝個果汁 就全部也可以 對 不愛吃魚 又不愛吃豬 對 我會吃素的 對 因為其實剛剛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蔬菜水果裡面 其實都會有 就是果膠類的一些膠原蛋白 那同時也有維他命C 那其實維他命C 它是我們的補膠的推手 我們人體一定要吸收膠原蛋白 一定要有維他命C 才能幫助吸收 所以這兩種的一個 一起補充器 是最好提升膠原蛋白的 所以就是魚比豬肉好 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魚的 然後加一杯果汁 這樣子把它混在一起 是 這樣是最好的 然後你又說膠原蛋白呢 如果要讓它吸收更好 還要再加維他命C 等於說是它的推手就對了 沒錯 所以我們那一盆 蔬菜水果 這些全部都可以嗎 這些都是優質的 是 其實 月五顏六色的蔬菜水果 是最好的 像是芭樂 它是維他命C之館 所以其實補充芭樂 就是 可以補充非常多的維他命C 對 然後我看到有 鳳梨 然後蘋果 對 而且我覺得這一些蔬菜 其實 你說 其實四季都有 巴勒也是 又便宜 你說蘋果更是對不對 對 除了說可能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可能 不是那個時節出的會沒有之外 要不然我覺得其實 植物的補充膠原蛋白 還滿好攝取的 還滿好取得的 所以這樣子是吃的 那我知道其實現在很多 還有擦的 抹的 對 有人家說什麼 比如說精華液 膠原蛋白 多多多這樣 然後面膜也是 可是我一直很懷疑 到底擦的有沒有用 對 其實我們一般在診所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有的消費者來 他就會說他要用擦的 這個膠原蛋白 可是我們知道 我們的表皮的組織 其實它是很細小的 擦的膠原蛋白 根本沒有辦法到增皮層 對 那更不要說就是 它可以促進膠原蛋白的生成 基本上是沒有這個效果的 那一般我們如果在診所來說的話 我們會有一些 醫美療程的部分 可以輔助膠原蛋白的增加 那比如說像是玻尿酸 它是一個填補類型的一個增劑 可是玻尿酸的部分 它會依照分子的大小 所以在六個月到十二個月 我們就需要補充一次 對 那第二種方式 我們可以用肉毒感菌 可是肉毒感菌 它是一種神經性的毒素 它主要是用來抑制 這個動態皺紋的一個部分 那同時它也是需要四到六個月 就需要補充 那現在大家比較常用的方式 就是透過電波拉皮 或者是陰波拉皮的一個方式 對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費用其實是非常高的 對 而且會有一些 術後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我們比較會建議就是說 可以先透過飲食 那另外就是一些 其他補充的方式 來去幫助膠原蛋白的生成 是比較好的 而且我覺得 就是我們剛才一直在講 膠原蛋白 很多人都一直認為 是不是因為我們臉部鬆垮 才去補充膠原蛋白 可是我聽完之後 我剛才聽了甄莉講的 其實你身上的膠原蛋白流失 對身體的健康 也是有很大問題 因為你剛才講的陰波拉皮 其實那都只是表面的 其實這樣講我們都覺得 剛剛甄莉也有提到 我們都覺得好像是 女性才會去 因為要讓自己變漂亮 不要老用補充膠原蛋白 其實男生也非常需要 如果你要健康的話 對 我覺得是健康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再說 你外表要多漂亮 你外表要多漂亮 那沒用 我們可以用醫美 可是醫美又貴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你 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機能 真的出狀況 那才是最嚴重的 可是剛剛 以你有說的 用吃的 補充的 問題是吃的 譬如說我現在房間有很多 有喝的 然後有粉狀的 有定狀的 好多種 到底是哪一種 才會比較好 對啊 我感覺是 對 那這個在不同的技型方面 那其實大家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其實像一般 我們如果是在講 大家最注意的是熱量 熱量 我們都忽略了 我只想到吃豬腳 對 不要吃 因為我們不吃豬腳 就是為了想要減少熱量 對 那可是像一般呢 如果是要減少熱量的 攝取的話 都比較建議用粉的 用粉狀的 做成飲品呢 它有時候要調味 因為有的時候 變比較好喝 對 你要入口的話 要比較順一點 那因為粉的話 它比較不需要特別做很多調味 所以它熱量 相對來說會比較低 那如果是這個效果的話 其實是液態的 飲品的話 就是用喝的 用喝的 用喝的 對 因為它可能 通常它會把濃度調到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喝下去的話 它可能吸收效率 或者是你的這個 本身內含的濃度 都會比較高 會比較高一點 對 那不過這個 通常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都是要看它一些製造廠商 它的一些標示 還有要看它有沒有一些科學數據 因為有一些黑心的不肖業者 他可能是用非常大分子的 這種膠原蛋白混沖 所以你意思是說 我們還要特別去看看 它是不是小分子 對 那怎麼樣去看呢 我覺得這也有一些 妹妹嘎嘎要特別注意 因為房間真的太多太多 怎麼樣選到最適合自己最好的 學習這樣吧 每個人都有長瘦的基因 不過遺憾的是 每個人的長瘦基因 不一定都醒著 所以必須要透過一些方法 來喚醒你長瘦的基因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簡單的運動 透過肌肉的收縮以及舒張 就可以喚醒我們長瘦的基因 所以想要長瘦 記得要多運動 歡迎收看健康之慧王 生活好機會 健康好簡單 我是慧文 我是詠卿 說到這個膠原蛋白 對 吃最多的 該不會的還是你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很少吃 而且我都常亂吃一堆好不好 應該是秀蘭英吃很多 那有嘗試過什麼 我有喝 用喝的 最簡單嘛 對 還有粉狀的 粉狀 那你有沒有吃過定的 你有聽過嗎 定的沒有 有聽過 但是我覺得 以方便性來講 對 因為我覺得吃定好像在吃藥 怕就對了 那飲品的話就是 口感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以攜帶的方便性 還是粉狀的 粉狀的 對 那你都怎麼吃粉狀的 我覺得通常粉狀都會比 就是這種飲品的 還會有一個味道在 因為剛才有講過嘛 膠原蛋白最好就是 從魚裡面攝取出來 但是它不是那麼的 味道那麼的重 就是淡淡的 對 還是會有一點點 對 我是習慣會把它 加在一些飲品上 對 那也有試過把它 那個加在水果 水果 對 也可以 就是當母鴨或這樣沾吃 是 它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好特別喔 沒有什麼味道 對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 你這樣比較之後 你會選擇哪一個 你為什麼會選擇那個 是因為你覺得 我聽過是喝的 它隔天就可以化妝 很容易上妝 皮膚會 然後很亮 因為飲品的話 我比較怕它會加了很多調味料 就怕有糖嗎 因為它比較甜 對 那我其實 如果說你要補充膠原蛋白 一般我們在食補上 就是也怕烹調問題 會有熱量或是膽固醇的問題 那女生就是在減肥那一塊 又特別的執著 我想問秀蘭 就是妳講過說 妳已經有生過小朋友 妳是剖腹還是自然 我是自然產 妳是自然產 阿娜就問沒用 可是妳有開刀對不對 我有開過刀 所以外面看得到傷口嗎 看得到 妳有沒有覺得就是 妳開完刀之後 吃膠原蛋白 它的傷口修復力比較好 傷口修復力 我覺得是 因為我是整個在調養之後 大概一年後左右才開始吃 因為那一開始主要是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 氣色還有 就是皮膚狀態的問題 為什麼我提到這個呢 因為我覺得現在有很多 大女生都會去做很大型的醫美開刀 除了說就是醫美之外 還有很多女孩子 現在不是生產都會剖腹嗎 那我周圍有很多朋友 都已經是當媽媽了 然後他們就是都是剖腹 可是他們都跟我講說 他們在生的之前 就已經開始在補充膠原蛋白 生完之後 然後他們還是繼續吃膠原蛋白 他說他的那個傷口修復力 是比別人快很多 是有這樣子的說法嗎 那個伊妮 這個是真的 那同時除了像是 手術之後補充膠原蛋白以外 我們一般在診所做完電波 或者是陰波的療程 也會建議就是患者 可以來去補充一些膠原蛋白 可以幫助他的膠原蛋白增生 可是我們又回到原來 就像秀蘭他可能除了方便性之外 我比較關注的是 我怎麼樣補進去吸收100分 對啊 總不能吃了20瓶 結果他只有吸收1瓶 要不白吃了 白搭了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這些市面上 我們這邊有看到有 有喝的 有粉 泡的 那其實在我們使用膠原蛋白的產品 之前有一點要先跟大家 特別講明 不管你是用粉的還是用飲品 你不要拿來乾杯 為什麼 像你比如說這樣飲品 大家喝有些人想說 小小罐剛好有點口渴 一次就整罐吞下去 所以整罐吞掉 可是它份量不多 可是你要慢一點喝 因為我們每 我剛剛前面有提過 我們的吸收效率 它是有上限的 那今天不管它裡面濃度再高 你一口切喝下去 那它能吸收時間很短 因為你全部都下去 那它不能吸收的部分 其實都浪費掉 所以你小口小口喝 要慢慢品嘗 對 慢慢品嘗 讓它可以吸收的時間拉長一點 大家可以先喝喝看 那同時我講到 剛剛你說用紋的 那這個粉的話 這樣就不要用紋的 因為你吸進去 它是不會吸收的 那通常我們都是泡水 那泡水你怕說我喝太快 你可以多泡一點 體積泡多一點 好好喝喔 如果我這樣子會不會加倍 是會加倍 對 但是其實你這樣的 變成是說它超量以後 吸收效率 對 其實有點浪費了 所以可以應該 對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超好喝的 秀蘭是你比較偏好粉的 不過以攜帶方便 方便性為主 對 你感受上效果是一樣 感受上喔 我覺得沒有腥味 我覺得差不多 可是秀蘭覺得 哇大口一點 還很好腥味 就真的沒有腥味 聞它有一種味道 但是我不知道它 吃起來還好 吃起來還好 但有些人它對味道比較敏感 它就覺得說這種味道好像不是很喜歡 所以有些人 就是 算是有兩派 有些人喜歡用飲品的 他就 就是愛喝飲品 可是像秀蘭那樣 好像沾梅子粉這樣 可以有效果嗎 李希 可以 可是我們也可以把它加在 就是蔬果汁裡面 像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其實喝蔬果汁 它可以補充膠原蛋白 那如果我們今天再加粉 那為什麼我這樣就不行 那個也有膠原蛋白 我這個也有啊 因為這個濃度比較高啊 所以它是要慢慢喝 因為這裡面其實它的膠原蛋白 濃度反而就比較高 慢慢喝要喝 比如說五分 含在嘴巴裡面 再慢慢吞下去 你含在嘴巴 然後漱口一下 放在舌下這樣 小口小口 你一罐可能分個 至少分個五六口以上 還有這種學問喔 對 那因為很多人呢 就是貪多嘛 想說我多吃一點 對… 就會比較有效 那其實反而是浪費了 所以就划不來 對 而且我覺得像這樣子 帶出去也滿方便 男生放在公事包啊 女孩子放在我們的皮包都OK 可是我問你喔 如果男生這樣子 會不會你會覺得這樣 那這個男生喝的時候 有一個關鍵 就是你小指不要翹起來 因為如果你小指翹起來 人家看到就覺得你怪怪的 所以男生喝 你就直接很帥氣這樣 用手刀這樣 把蓋子打掉 然後喝 喝的時候 你就像喝紅酒 這樣慢慢吞下去這樣 可是我說 男女生在選擇上 會不會可能效果是 女生用喝的 男生用粉狀的 有沒有這樣 或者是年齡的 對 捏捏限制 其實都差不多耶 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覺得反而 男性確實他對於這樣子瓶裝 因為現在一般的這種瓶裝的 他的包裝都比較女性訴求 對啦 所以男生要喝起來 他可能比較不好意思 我這樣子遮住 不會啊 我們可以找顏色不一樣的就好了 那一般有一些男生的朋友 他們想要喝 因為現在很多男生也很重視外表 他們喝他可能他是買大罐粉的 然後自己再用一些小的罐子 把它分裝起來 然後能泡 對 那這樣很麻煩 那可以泡酒嗎 泡酒的話 對身體反而不好 因為喝酒也是讓你皮膚老化的一個問題 對 沒有 我是想說 那個反正 我剛才講說男生其實 他吃膠原蛋白 一定不見得是 就是希望皮膚好 他是希望裡面血管 就顧到血管也 對…然後就是 然後又怕有行為的話 就在交際應酬的時候 那你還要… 練了酒 你乾脆再泡眼鏡手進去 那也不做我創芽 就是通常這種保健的食品 尤其這種蛋白類的 最好都不要搭配酒 就還是不要碰到酒 對 因為酒精 它遇到這些蛋白質 它會把蛋白質凝固起來 是喔 你感到不好吸收 所以會浪費掉 對 那所以我們平常在… 通常膠原蛋白使用的一些時機 就是你最好是比較空腹的時候用 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對 你早上起來的時候用 然後呢 你不要吃一些酒精 然後咖啡也減少一點 也不要就對了 對… 要不然就是時間隔開 比如說隔個一兩個小時這樣子 免得它去影響到 你膠原蛋白的吸收 為什麼會講到空腹 是因為它吸收比較好 是 我們在空腹的時候 在吸收這些像膠原蛋白 或者像是一些保健食品 一些蓄收 其實都是比較好的 沒有 所以一大早起來 自己先補充 對… 可以就是補充膠原蛋白 而且我剛才看了一下 它裡面的成分 它雖然就是 你仔細看它有膠原蛋白 然後有蘋果 剛才講的蘋果 然後還有一個維生素C 所以其實就像剛才 立心講的維生素C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 就是膠原蛋白 其實它是綜合在一起 反而就是功效更厲害 沒錯 但是我們有講到 剛剛提到啦 你提醒我 它有分子大小 對… 那粉 錠 然後這個 液狀 到底是哪一個 而且我怎麼知道 現在很多食安的問題 我怎麼知道你這些安不安全 那這個東西當然 我們剛剛前面就有提到 不同的一些技型 那其實在不同技型的選擇上 我們有說過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喜好 可是共通點就是 你必須要能夠了解 它的原料是什麼 對…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個 首先這個公司 那你要先去查一下 它是不是真正的 一個正常的公司 然後看它的產品的原料來源 是比如說我是豬的還是魚的 那些都應該要寫清楚 那更重要的是 這些原料必須都有經過 公正單位的檢驗 因為其實在一些比較 落後的國家 曾經有發生過 他們拿一些病死豬 病死豬耶 對 因為病死豬那些 屍體其實都是要處理掉的 對… 他們去拿病死豬的皮 來做膠原蛋白 然後做販售 吃了都會生病 對 那個其實非常恐怖 可是有一些黑心商人 他們就是去買這種原料來做 所以都一定要去找 有公正機關檢驗過的 相關的這種廠商 而且最好 我們必須說 最好是在台灣製造的 因為很多人 他可能覺得 日本的 還是什麼紐西蘭的 還是什麼歐洲的 感覺很厲害 可是因為它的工廠 其實你也不知道在哪兒 他是不是真的在他講的那個地方 你也不知道 那台灣的至少我們比較安心 是 我們還可以去查一下資料 可以詢問一下它的風評 所以這都是我們挑選的一個 我記得我那個營養師 我認識的營養師 因為我們現在那種 什麼食品標示法 所以他會建議 像營養師都會建議我們說 你買的時候 其實就要看後面的東西 要看得非常仔細 是 我們就是要注意來源 因為其實像現在就是 像是日本核災過後 就是它的一些生海魚 可能是有受到一些污染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要注意 這些原料的來源 所以其實選台灣的 其實還是最好的 因為我覺得再怎樣 你說台灣 你真的是這些公司 我們上網查都查到 就算你查到 如果你會怕的話 其實有的人會再去看一看 它的公司的規模 或是說看它的廠 就是製造的地址在那裡 有的人會特別再過去查 我會 我會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有保障 比較安心 好不容易到這邊 根本沒有房子 對啊 這其實是一個假的地方 很多之前國外都這樣 對啊 其實說到這個補充膠原蛋白 有很多的妹妹格格 真的要小心 我們剛剛提到有分子 然後怎麼樣去選擇 譬如說我荷包買一點的 可以怎麼選 我希望效果好一點 那我跟他年齡不一樣 是不是應該選擇的也不一樣 休息一下馬上關係 歡迎收看健康機會王 生活好機會 健康好簡單 我是慧文 我是楊綺 像正麗 就是像膠原蛋白 就是不管男生 女生 然後老的 幼的都要吃 對 那像小朋友 在發育的過程當中 其實膠原蛋白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 因為小朋友其實在青春期的時候 我都以為就是說 譬如說上年紀 要二十歲 沒有沒有 當然是因為它膠原蛋白流失的速度 比較 慢 比人家慢 對 那所以你看起來 你不會覺得說小朋友長老臉 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可是其實你從年輕的時候補充 是顧一個根本 所以你先把 你趁著流失慢的時候 先把本 把它砸好 而且發育的時候 像不管 像尤其女生 對 這些身材的發育 有膠原蛋白的話 發育的會比較健全 我懂了啦 意思是說 所以你以前有補充 你要謝謝你媽媽 你知道嗎 媽 我要這樣嗎 對 正麗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小時候女孩子 補好的話 補好的話 車頭燈就會比較大 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你看我們傳統 女生在青春期的時候 要吃一些魚湯 燉豬腳 但是這共通點是什麼 就膠原蛋白高 那男生可以吃嗎 你都說女生女生 那可是我們家兒子 我怎麼辦 放在那裡 男生其實在發育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男生要長高 對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你要骨骼 除了鈣之外 膠原膠質 這是非常重要的 也有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缺乏膠原蛋白 男生長不高 在社會上就會非常 可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譬如說剛剛詠琦有提到 那種中風血管 你說會硬掉 這個爆開 就是因為沒有殘性嗎 對 那如果我們從年輕 或者是從小來 是不是就可以改善 就是預防那樣的問題發生 當然 你如果從年輕 就顧得很好 你到老出這些狀況的機會 就會比人家少 那尤其像如果我今天家裡有五六十歲以上 那你就不能脫了 就要趕快補充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 中風 心臟病 那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像比如說有人 之前國外有一篇 日本有一篇研究 他們發現膠原蛋白的量 跟你癌症的狀況也是有關聯性的 真的啊 連癌症都有關係 因為其實得癌症的人 他的營養流失的速度非常快 那我們剛剛又提過膠原蛋白是 體內很重要的一個營養物質 對 沒錯 所以如果你補充的不足的話 你的身體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那個力量去 繼續對抗癌細胞 那你病情惡化就會出現 這麼嚴重 因為剛剛以你一直點頭 我這樣問好怪喔 你們就是有這樣的問題嗎 對啊 剛剛一直點 其實我自己是很注重膠原蛋白的補充 其實現在膠原蛋白的味道也都不錯 熱量不高 那我就發現也有趣 因為我先生比我大很多歲 我每次自己在喝的時候 他都會搶來喝 因為他就希望就是他太淺 他也知道這個很重要 他知道就是包含了像臉部的這個頸致 甚至是身體的這個保養 他也很重視 所以他都會搶我的膠原蛋白 那你覺得有差嗎 有 他雖然比我大 這樣講出來好不好 他比我大八歲 可是我們走在路上 大家都覺得我們兩個差不多 姊弟嗎 姊弟是我的問題 對 那是你的問題 他保養太好 就像正麗跟秀蘭站在一起 哪一個比較像爸爸的蛋 就是正麗像爸爸啦 這就是我跟你講 那要趕快補了 像大哥啦 現在三餐都在補了 三餐都在補了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主要啦 其實還是以健康為主 不要說以外表啦 因為你看 我就說少了膠原蛋白 對 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嘛 中風嘛 然後你說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尤其像中風 你中風之後其實不是你一個人 是你全家耶 全家被你拖垮 然後又再來女孩子 你說驚奇 有的人驚奇還痛到 在地上打滾的一堆耶 那你說如果驚奇來之後 你比較不會痛 你還可以正常的上下班 心情也好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我覺得啦 最嚴重最嚴重的 就是孤輪 真的是骨頭 因為當你骨頭 真的不好的時候 總不能說 你知道才三四十歲 或是四五十歲 你就去開刀 那種都很恐怖 真的非常恐怖 可是我在想喔 每個人情況不太一樣 對 譬如說 會不會說你父母親 他是屬於流失相 如果我是正義的小孩 我就覺得他膠原蛋白 流失得比較快啊 那我是小小孩的話 我是不是要提早來補充 是啊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都可以透過基因檢測 去瞭解自己的那個 可以 當然是可以的 不管是皮膚 或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血管彈性度啊 我們都可以透過 像基因檢測 像下面這兩個基因啊 他就跟我們的緊實 跟彈力度不外 所以如果我們女生們 然後他們這兩個 是帶有風險的話 他可能天生的 膠原蛋白的生成能力 就不夠 所以我們要多補充 膠原蛋白 是是 其實不管是男生 或女生 尤其是 不要說一定到了一個年紀 你差不多年紀之後 其實你就要開始注意這個問題 那如果男生沒注意到 他的老婆可能也可以 幫他注意到 像我們 或者是媽媽要替自己的兒子 我責任好重 對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男生真的要保養 所以觀眾朋友們 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 一個很容易流失膠原蛋白 或是要知道怎麼努力 補充膠原蛋白 趕快撥打我們的咨詢專線喔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謝謝 謝謝 姐姐 你不是同學嗎 因為我女兒啊 她自己 因為她才會打樂樂棒球 小學生 對 小學生 她戴得很黑 她回來也只有小學生 而且好像變白嗎 不是